哈喽 大家好 我是好人 大家在 猛猴猛猛书 这里 有很多宝宝想要猛书给大家拍 早八档可以吃的免煮素食 简单来啦 我用我的嘴听你尝尝到底好不好吃 这次给大家找的都比较多是中式的早餐 会比较适合中国味 第一个 喝粥 炖炖好 八宝粥 这个是19块9毛八三杯 差不多是6块多一杯 我个人觉得 为什么不直接买现成的八宝粥呢 轻轻八宝粥啊 那不是一个罐头的不就是可以直接吃吗 是 但是那人等着嘛 就稍微开水热一下就好了 这个是那种煮熟的食物 那个就是冷粥 那是冷的加热 而这个是由内而外的热 对 它就是热粥 这里面是一个冻干的八宝粥块 据说里面有9种食材 看起来蛮好吃的 八宝粥为什么有9种食材呢 加了个燕麦 你问到了我 开水充5分钟就可以啦 哎呀 还是一坨 搅拌开就好了 哇 你看 哇 这真的是一碗八宝粥啊 我喜欢这个 看起来还不错 好处 虽然里面的米有一点点像爆米花 一点点 但是它煮出了一个很妙的东西 就八宝粥煮久了之后 那个黏黏稠稠糊糊的状态 它泡出来了 而且 微微的甜 是那种黑糖味 里面的料巨多 红枣啊 枸杞啊 黑米啊 再加上燕麦 其实又有粥的口感 又有嚼的口感 我现在开始懂那种罐头的八宝粥 和这种直接冲泡子是不一样的 它就好像不是那种夹克器夹克套 而是这个人由内而外的热情 就那种热 是从这个米的心心里面 布扒出来的 好吃好吃好吃 稍微有一点点贵 600多钱啊 嗯 香甜的 很香 当早饭吃完全没问题 我觉得它的香甜可能是比里面的枣子 反正身体都很香 很淡 对 这个烂是个薄义子啊 哈哈 阿胖来得起 好烂啊 哈哈 稍微有一点点贵 黄宝 刚刚分享的是甜粥 贴心的小萌 还为咸粥党的宝贝 给你们挑选了一个 我觉得非常好吃的冻干粥 海浮肾 但是快点还没有到 我们明天拍 海浮肾素食粥 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是真是我生活当中会吃的东西 我们好几次出差的时候就带它了 对 早上肚子饿的时候 你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好吃的 你就吃 吃这个 真的是整个人都暖暖热热的 这个是19块9毛钱4个 有好多的口味可以选 比如说 菌菇粥 牛肉粥 海鲜粥 鸡肉粥 我比较喜欢吃牛肉粥 看里面会有一包冻干的粥 碎碎的 我以前吃的都是一整块 这一块它有点紧张 知道自己也上电视了 对 今天碎了 还会有一袋燕麦 吃起来的时候会更加有嚼劲 开水泡5分钟就可以了 这点有点小 这也太小了吧 不着急 别看它像个爆米花 但其实对于你不想煮粥的人来说真的很好 你看里面还有牛肉呢 很多 你看里面黑黑的 而且还有黑胡椒的调味 还有点香菇的调味 还有葱什么的 别看它看起来很难 粥就是要煮的烂 真的牛肉粥真的太好吃了 确实我承认它和你妈妈用两个小时熬出来的粥 确实有区别 但它主要5分钟 它素食随时都可以吃 真的很适合早八档以及晚上加班夜宵的人 像我们经常晚上大半夜的加班 那时候真的是饥寒交迫 心理压力又大又很累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人来温暖你的胃 就这样暖暖的粥 它吃起来没有烧烤那么罪恶 但是又可以填满你的心 好吗 下一个 你们宝贝爱喝馄饨 必须的 我给你们找到了一个 之前其实这个牌子我们测过了 顾大嫂小馄饨 可以买葱口庄有三个口味 虾米的 古筒辣汤 古筒浓汤 18块9毛钱三桶 差不多6块多一桶 也不是那么的便宜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想下宿舍 或者是早上非常匆忙的话 冲泡一个真是完全OK的 这个就是直接开水泡5分钟就可以了 素食嘛 很简单 早上第一件事你先想一下 今天早上吃什么 然后再去洗脸刷牙 刚好这5分钟够了 它的馄饨是一个冻干的技术 非油炸的 把酱倒进去 这个酱巨小 蔬菜包 又有韵意 你没看到那种世界末日 大家种的都是玉米吗 世界上留下来的只有玉米 好 5分钟之后 出锅前还可以再撒一点点葱哦 它上面一些蔬菜叶子够多了 对 我就不想加了 如果再搞一些小虾皮 是不是更棒啊 但是它泡了之后 你看它就有那个面皮的感觉了 肉肉肉 那个肉 虽然少吧 小馄饨吗 小馄饨的特点就是皮大馅少 如果你真的很爱吃馄饨的话 我觉得它是可以的 但你一定要记住 它里面的肉稍微有点少 都是皮 稍微有点少吧 对 还是能吃到一点点 你也不能黑人家 是能吃到一点 只是皮有点大 这很多宝儿可能就看到我的视频 就直接去冲 冲了之后你可能会有点遗憾 但对于我来说的话 顾大嫂当早饭吃 当小馄饨吃是很方便的 而且去年的时候 我们经常出差 到早上的时候 你早上可能赶飞机 五六点你就得起来 飞机场还没有东西吃 你在家里突然想吃个早饭 这时候你冲泡一个这个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很舒心 如果以后我找到 比它更好吃的馄饨 会给大家做推荐 如果你们有吃过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期 给萌书推荐一下 它是我目前能够找到的 最好吃的小馄饨 黄宝 下一个 这都能为我找到 精彩了 即时豆腐花 牛奶味 红豆 原味 5块5毛钱一杯 这时候弹幕开始炒了 你那位是吃甜豆腐花 还是咸豆腐花呢 说实话我没有吃过甜的 我吃的都是咸的 我小时候吃的甜的 就是加糖嘛 我们是加虾米 在我心里面 我觉得甜的豆腐花 就比较像是一个小甜品 它就是里面甜甜的 你看看刚刚的味道 一个是牛奶 一个是红豆的 就是听起来就好吃 所以如果你不爱吃的话 也没关系 请别伤害 有些宝贝是愿意吃的嘛 我会考虑到全国的 各个地方的宝贝 我们都试一试 我想尝一尝这个 红豆味的 我也吃 一丁就好吃 有点像是双皮奶的感觉 顶泉山水豆腐花 哦 它真的是豆腐 有红豆吗 红豆应该是在里面 红豆味的豆腐花 那它跟我想象中的 有点不太一样 我以为你上面有很多 红豆夹心的 对 但是很好吃 里面是真正的豆腐香 你像在喝一个豆奶的感觉 它好好吃啊 有一点点甜 但是 你爱上甜的五花是吧 但是我喜欢里面的 那个豆子香 鱼圆香 没有豆腥味 好吃好吃 但它如果从冰箱里拿出来 会更好吃 趁着现在赶快尝一尝 夏天来了有点热 宿舍放不了 它好好吃啊 我来尝尝它原味好不好吃 因为红豆味好吃太容易了 有很多汤汁 你可以直接喝 还搅碎了喝 来 茶西瓜 原味的也是有点偏甜的 我本来妄想 可以在原味里面浇老高娜 好像不喜欢 它是豆浆的味道 这两个区别是 它没有红豆味 就只有一点点甜 对 红吧 这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新鲜的东西哦 下一个 是我没吃过的 据说在学生堂里面 非常火的东西 叫 珍珠粉 13块8毛钱 3袋 4块多一袋 它 有点像是新式的方便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粉厚子 对 很像 据说这是广东地区的特色早餐 因为广东地区本地的 我们没有尝过 我们只针对这一份做一个评价 吃起来非常简单 粉 用开水浸泡1-2分钟之后 把水滤干 直接撒上酱汁就可以吃啦 我在网上面看到了一个吃法 不想吸完的爆发怎么办 直接把粉放在这里面 加开水 然后把水泡1-2分钟 水滤干 然后再加上酱汁 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 有些塑料袋是不适合用高温的 这个只是一个特别方便的吃法 但我建议大家还是用碗 因为我不确定这个塑料到底能不能进开水 对对对 看起来很棒的 它不是粉耗子 你看它 它不是一坨 它是卷卷的 千张卷那种 我来尝一尝 你还不够 它现在吃那个卷起来的凉皮 只是它是酱香味的 我建议你们可以加点自己爱吃的酱 直接翻看一下我们之前做的那个 淡饭酱大嫂 加在里面 它这是个底料 搞什么都好吃 它就是主食 你想加什么酱都行 我没吃过这种口感的粉 非常的Q弹 但它是一整片的面席 它又像吃面 又像在吃粉 好吃 但就是你们得加别的酱 你单独吃它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担保 加点榨菜 对对对 黄宝 再还有一个 好很多人爱吃的 香香 前段时间非常网红的 梅干菜饼 哦这个好好吃 这是那个小饼是吧 对 梅干菜锅盔 之前我们点外卖水尝尝点 只是过来送个半个小时 等的不好吃了 很多博主做攻略的 这个是9块3毛6 6个 然后呢这个可以直接开袋及时的 这没有两个 哦它好脆 好薄 锅盔就是要薄了 那我们家里没有锅去抗它 它是及时的 里面是薄薄的梅干菜 这真的是直接吃的 对啊 来来来来先别吃 火锦成员 来我们见你家出走10年之后 靠这个囊 哈哈哈 你以谁酒品芝麻官吗 哦 它比我们外卖的要好吃 它蛮香的蛮脆的 还是脆的 只是有点干吧 它只是不热 对 我爱吃你们那个梅干菜 菜味还可以 平时很好吃 梅干菜饼 进化出来的饼干 梅干菜加薪饼干 对对对 可以给红吧 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干哦 而且它毕竟价格也便宜嘛 一块多两片 当你每次吃到梅干菜的时候 还是蛮快乐的 当然提醒来的 我们在视频里面 给大家推荐的内容呢 全部都是基于我收到的 这一份的口感 如果你按照我们的视频 去店铺搜寻去购买的话 一定一定要注意查看 产品的质量啊 产品的口味 如果不对的话 可以找店铺去做一个退换 好吗 我们这条视频不是广告 好 今天的宿舍党上班族 必须看到年猪早餐大厢 就是这样 走接下来好吃的红包有 你当好吃的黄帽是 不知道你最心动的是哪一个呢 拍这条视频的目的呢 还是希望大家 即使在上学的时候 不要照着你年轻 就不吃早饭 会后悔的 在任何年纪就希望 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对 按时吃早中晚餐 特别是早餐很重要 你一日三餐都吃得好好的 这样是你才能够棒棒的 今天视频就这样 爱你们要播